狮子与野兔 也把这个故事集的名称 翻译成五卷书 这本书里 收集了很多古印度的民间故事 传说是因为 有一个国王 他有三个儿子 但三名王子都不爱读书 于是国王为他们 请来了一位婆罗门 Brahman 婆罗门就用说故事的方式 和王子讲述人生的智慧 这样看起来 听故事真的是一种 很好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呢 那你们准备好 来听今天的故事了吗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 叫狮子与野兔 准备好的话 故事就开始咯 在巴格达 Beghdad附近 有一片美丽的草地 那里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 要不是因为 那里有一只爱恶作剧的狮子 小动物们 本来是可以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的 这头狮子 每天都在到处游荡 杀死了许多无猪的小动物 只是纯粹为了享受猎杀的乐趣 为了结束这种悲剧 所有的小动物们聚集起来 一起来到了狮子面前 对它说 狮子大王 我们非常骄傲 能够有一头像你这样 勇敢无味的猛兽来统治我们 但我们认为 像你这样身份尊贵的统治者 已经不适合再自己出去猎捕食物了 所以我们想恳求您 请您以后就静静待在家中 由我们这些臣民 自动将食物带到您的巢穴 因为这才是一位国王 应该有的用餐方式 狮子听了小动物们的话 洋洋得意 立刻接受了他们的提议 从此之后 每一天 动物们就会抽签 来决定 当天谁应该牺牲自己 作为狮子的大餐 有一天 这件糟糕的差事 终于落到了野兔的身上 当兔子抽中了签 得知自己今天就要没命了的时候 他不甘心地抱怨了起来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 其实我们现在 也还在受那头狮子的折磨吗 他问其他动物 好吧 交给我吧 我会让大家 永远摆脱他的暴政 小动物们听了这话 都非常开心 欣喜若狂地 催促着野兔赶紧出发 但是野兔完全不慌不忙 他先在灌木丛里 躲了好一段时间 然后才匆匆忙忙地 跑到狮子的巢穴 这时候狮子已经又饿又气 火冒三丈了 他一面大声咆哮 一面恶狠狠地 把黄色尾巴 在地上甩来甩去 当他看到野兔 他暴跳如雷地大声嚷嚷 你是谁呀 我的臣民在搞什么鬼 今天我连半口食物都还没吃到呢 野兔好声好气地请狮子息怒 接着威威道来 大王亚 今天命运的铅 落到了我和另一位兔子同伴身上 我们两个早早就出发 要来做您的晚餐 谁知道半路上 有另一头狮子 突然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 一把抓起了我的同伴 我向他苦苦哀求说 请您大发慈悲 放了我的同伴吧 命运已经安排了 我和我的同伴 是注定要到国王的餐桌上 当国王的晚餐的 而且在皇家森林里 除了国王之外 其他人都不准在这里狩猎呢 所以请您行行好 让我和同伴一起离开吧 但是我的努力 徒劳无功 只是白费唇舌 那头狮子 完全不管我说了什么 反而对我呛声说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才是这里唯一的国王 你们每天像他鞠躬哈腰的那头狮子 是靠着篡位才变成国王的冒牌货 听了这话我都吓呆了 赶紧跳进了最靠近我的灌木丛 一流烟桃走 狮子一面听着野兔的故事 胸中的怒火 一面节节高涨 要是让我找到那头狮子 狮子怒吼着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马上就会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 谁才是这片森林的国王 要是陛下相信我 野兔恭敬地说 我愿意带您去他的藏身之地 让他尝尝苦头 于是野兔和狮子一起上路了 他们穿越了树林与草地 经过了河流与沼泽 终于来到了一口古井面前 井里的水清澈见底 那里就是您的死对头的家 野兔指着古井低声说 要是您走得够近 就能够看到他在里头 不过您还是等他出来 再发动攻击好了 这样好像比较安全 野兔提议 没想到这些话 只是让狮子更加恼怒 等我看到他 狮子怒吼 他连一秒钟也多活不了了 于是野兔和狮子 捏手捏脚地凑到了井边 当他们弯下腰 俯视清澈的井水 他们看到了自己 倒映在井水中的倒影 狮子以为他看到的 是另一只狮子和另一只兔子 马上纵身一跳 跃入井中 从此 再也没有出来 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听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心得呢 像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来自不同的故事 来自不同地方的故事 风格都很不一样 或者你们有没有觉得 故事里有哪些用词 是比较困难的 或是不太清楚 如果有更多的解释 也许会对你们的理解有帮助 不论你有什么想法或心得 都很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和收听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